他是和财阀对抗的平民 敌对的肖瑞觉得他是痴人说梦 但楚眠懒得和这种自大狂争辩 只见他来到校长面前淡定地说道 校长大人只要人回来 就没别的问题了 对此校长认为 既然财阀都出手 这群人是不可能还会回来 所以他答应下来 只要他们真能在三分钟内回来 并一直坚定地加入巅峰会就没别的问题 一旁的贺胜李心中还是有些忐忑 可肖瑞让他放宽心 因为这些平民学生投在体 也怕家人被威胁 然而还没到三分钟 小胖和樊冰冰猛地冲进来 表示着他们要加入巅峰会 这突然的转变直接让肖瑞觉得不可思议 随后立即拿出他们的家人威胁起 现在的樊冰冰根本不再惧怕肖瑞 因为他的妈妈已经换了工作 这时楚眠立声开口 要比就堂堂正正的 这么肮脏的手段就你们阴才会才能干出来 之后他便来到校长面前 追问他现在可以盖章了面 虽然校长是不想得罪财阀 可刚刚他又说过 只要人三分钟内回来他就同意 无奈之下只能在文件上盖下了张印 此时的叶诚激动地跳起来 巅峰会终于成立 离开会议礼堂后 学霸们都挤到楚眠的面前 崇拜地喊着眠警 叶诚直接开心到冒花花 他的眠姐值得大家的崇拜 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争不过英才会一样会出局 对此樊冰冰特有信心 别的不敢说 但靠脑子的比赛 他肯定不会输 听到这话的小胖也充满动力 他表示一定不会让眠姐失望 同样楚眠也对他们做出承诺 后患他来解决 巅峰会的成员们只要拿下比赛 拿下本该属于他们的资源 女孩找别的男人帮忙 这让霸道总裁非常生气 女孩给出了解释 之所以去找谢傲然赞助 是因为自己是他的救命 然后他拿出小蛋糕 诚实地告诉丽天 却只是庆祝巅峰会成立吃剩的 这话一出 傲娇的男人直接表示 他不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眼瞅着对方没有要吃的打算 楚眠决定不要浪费自己吃掉 可男人就是善变 说不吃又要吃 还要楚眠把蛋糕喂嘴 不过楚眠还是乖巧听话地 将蛋糕放入他口中 就在这时 丽天却一把拽过楚眠 对着他红唇亲吻上去 片刻后 他把他放开 都说法国进口奶油好吃 但不及他的想定性 接着他让楚眠以后有事就找他 必须断掉和谢傲然的联名 况且那男人找的那些赞助商 全是跟在历史财团屁股后面捡便宜的 楚眠暗自心想那些人 都是自己仔细研究过的 现在丽天却可不管这么多 反正以后有什么事只准找他 隔日 叶成也终于在学校的一脚挂上巅峰会的招牌 此时的楚眠和一众学霸 开始个巅峰会的第一次会议 一旁的叶成不服 学校居然把他们巅峰会分到一个废弃仓库 另外一个同学张和谷笑道 这就是财阀与平民的曲 对此楚眠异常看得开 因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不过挑战一下不公平 还是挺痛快的 大伙文言都笑了 的确挑战不公平会很有意思 他是被别人看不起的平民民 却创立了一个智商俱乐部 成了财阀们的眼睛 虽然成员们第一次和财阀的银财会比赛 但单从神情来看就知道小胖略胜一场 叶成当即小声告诉楚眠 因为银财会那些人拖替背靠 导致赛方启用了背舞尸体 这时出来的小胖满脸笑容 就知道他成功拿下第一阵 此时的叶成真心地替小胖感到高兴 并表示等会儿请他去吃大餐 随着第二场比赛开始 银财会展示的是一副设计者 这把张和惊出冷汗 明明是自己的设计 为什么会到那帮人身上 而叶成也担心地看向楚眠 在楚眠看来只会剽窃别人作品的银财会 真让人看不起 不过还好他有留意识 早知道那群人不老实 提前叫张和在之前的设计图上 做了个逮件 现在张和当着评委面前拿出作品 并说到这是他精心打造出来的优秀方案 银财会的二连半也让他们冲上热搜 而就在这个时候从手机看到热搜的贺胜李 气得快要涌过阻止 下一秒他开始剧烈咳嗽起来 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 看到这些萧瑞顿时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 如果不是他办得不好 也不会被楚眠粉将一举 听到这话贺胜李知道他的苦肉继续是成功 这是贺胜李可怜兮兮的样子 要是银财会再输掉第三场比赛 到那时候 那些银财会的前辈肯定不放过仙人回程 萧瑞越听越心惊 还没等他说点什么 贺胜李又继续迈紧 讲出他的结局会被推出来顶下所有的座 严重的变化 可能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世上 害怕女神真的会出事 萧瑞立马表示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绝对不会让巅峰会赢下第三场比赛 对此贺胜李认为没用 前面也用过手段 但结果还是数 萧瑞觉得有道理 但这次他会做得够好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 打算立即去对付楚眠 只见此刻的贺胜李看着萧瑞的背影 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个女人身家过瘾 却只带着同学租住一间套房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是想保证同学的安全 对此樊冰冰提出了疑问 只是来趟林氏儿 他们把所有交通工具的票都买 最后却是打车过来 而楚眠给出了解释 英才会喜欢搞妖蛾子 这么做是保证大家不在路上出意外 在樊冰冰看来 连姐在自己身上下这么大赌注 难道不怕她失败吗 听到这话 楚眠让樊冰冰放宽心 你只管答题就好 剩下的我替你解决 让他们回个子房间休息 过了好一会儿 门外传来怦怦怦的敲门声 而此时楚眠以为是叶诚来喊他去吃饭 便告诉门口的人 他今晚不打算吃饭 但门外的敲门声不断的响起 一声比一声习气 楚眠忍不住暗训 樊冰冰和叶诚不可能不说话 难道是英才会找上门 只见他找来一条腰带 紧紧缠在锁上 带着杀气跑房门走去 门外敲门声不断 他警惕地站在一旁 突然他拉开房门 上前就要炮住来人的脖子 但下一刻他就落入一个头戴鸭舌帽 还戴着口罩的男人怀 你要杀了你男人 当看清楚来人时 楚眠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淡淡地问向对方 你死 只见利天最傲娇地说道 事实证明 就算你想逃 利国也没有我找不到你 一听这话楚眠虽然气得牙痒 但也乖条地解释 他才没有逃 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躲避英才会的那些 逃没逃利天确实知道 否则小东西可不是能完整站着 随后利天确拉着行李箱边左边说 明天他要出席一个金融会 所以今晚打算在这种下 而对于利天确的到来 楚眠也不拒绝 只是见他风尘涂涂 让他先去洗个澡 但利天确直接拢住他的眼 宝子们下面他们干啥 我们不说 这对男女正商讨着健身动作 门外突然响起不适宜的敲门声 原来是女同学来找楚眠 确认一下明天比赛的结果 此时被逗得呼吸急促的楚眠 赶紧出声拒绝 门外的樊冰冰听出 他的声音有些奇怪 关心地询问 缅姐你没事吧 现在的楚眠只能说是嗓子不舒服 而不明原因的樊冰冰 担心缅姐感冒 急忙表示立即去拿药果 听到这话楚眠真的慌了 他对着门外的樊冰冰说道 他刚吃过药了 现在要休息一会 就在这时利天 却故意发出了声音 聪明伶俐的樊冰冰顿时明白 缅姐之所以不敢开门 是因为里面有 而这时担心 缅姐饿着肚子的叶成 也端着晚饭走 一旁的樊冰冰立即朝他 做了个安静的手势 然而叶成却是一脸茫然 这是在干嘛 可樊冰冰又不能说出 里面有情况 只好推着叶成离开 现在总算亲近的两人 躺在床上 利天却告诉楚眠 总统府已经知道 巅峰会的存在 对此楚眠并不意外 不过他想知道 他们是什么反应 听到这话 利天却倒担心 起楚眠的安危 因为不需要总统有反应 底下人自然会去办 没有财阀 会愿意看到 现在的规则被打 彼时的楚眠 清楚地知道 明天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他会加倍地小心 但是眼下 还是将明天的比赛 筹划一下 避免到时候出差 这个男人深夜 来找他的小宝贝 一阵翻云覆雨后 男人让女孩 明天小心点 因为财阀 没一个愿意看到 现在的规则被打过 楚眠也是清楚地知道 明天比赛 肯定会有人从中做得 绝不会很顺利 隔日 叶成和樊冰冰 楚眠出来问他们拿两个三明治 只不过叶成有些好奇 梅姐什么时候犯量变大 突然一个身材高挑 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 从楚眠房间走出来 这把叶成吓得够呛 直指男人他是谁 听到这话 楚眠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下一秒 叶成又像是想到了点什么 于是他误认为是楚眠叫来的鸭鸭 结果楚眠一诗无语 就由他就这样误会算 一旁的樊冰冰表示 这是很正常 人都是有需求的 所以他非常理解 而且看到梅姐能这么放松 他也瞬间觉得轻松多了 等会儿的比赛应该能应付过来 如今楚眠看到樊冰冰能调整好心态 那也是时候出发去赛场 此时国际费斯大赛的会场内 楚眠三人踩着点杉杉来吃 直接走到指定的第一排坐下来 叶成还是忍不住吐槽 梅姐长得清纯又好看 干嘛要叫鸭鸭 这时死对头鹤城里 也带着肖瑞缓缓走出来 巧的是主办方把巅峰会 和英才会的座位都安排在一起 客胜里朝着楚眠查理查气的说道 本来还想邀你们一起过来 结果两天没见到你们人 原来已经到了 听到这话楚眠让他别太虚伪 比赛只要没出结果 你就有下手的机会 这个男人忽然的出现 引发赛场一阵骚动 记者为了拿到一手资料 急忙将话筒伸过去 询问立天怎么会来着 但助理梦树笑眯眯的表示 今天不接受裁访 此刻的楚眠超级无语 立天却是闲着没事干嘛 跑来这里凑热闹 于是他发信息 询问立天却来这里干嘛 这样搞得巅峰会想不被关注都难 这是一旁的贺胜里 伸长脖子想要看看楚眠 是在和谁发信息 但被楚眠嘲讽 他是不是有偷窥别人的品货 被说中的贺胜里 急忙转过头心虚的否论 但他心里很不服气 凭什么楚眠能随时和立天却发信息 而他却不懂 憋了半想的夜城也八卦起来 虽然是第一次见立天却 但这派头和气场太强大 听到第一次楚眠很想说 其实早上已经见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 忽然楚眠收到立天却回复的消息 来看你怎么死的 这时樊冰冰凑近楚眠耳边 小声地说到他想上厕所 楚眠表示他也要跟着去 因为他知道阴才会不出手是不可能 与其严防死时 倒不如主动卖眼破绽 当楚眠和樊冰冰一同座位上去了 肖瑞立马拿出手机搞事情 此时距离比赛还有十分钟 但卫生间门口异常多人在排队 只见楚眠朝樊冰冰使了个眼色 随即大声说道 我们去选手休息室的卫生间 但却有个男人在角落伸出脑袋 观察他们的一举 感觉到被跟踪的楚眠冷冷地回过 男人快速地躲了起 然而等楚眠和樊冰冰进入休息室 门外就有人咔哒地把他们锁死在里 这时肖瑞看到手机上发来的消息 毫不掩饰地露出得逞的嘴影 两个靓女一起去上厕所 却被人故意锁死在休息室 肖瑞看着手下发来的信息 露出阴森的笑容 这时的贺胜李显然是有点不相信 因为楚眠这人素来谨慎 不可能这么容易找到 但肖瑞让贺胜李放宽心 他的人可是亲眼看到楚眠进去才锁死的 随后肖瑞还道出一个秘密 他不仅仅是封了门 他还要楚眠领放 距离比赛还有三分钟 四号选手樊冰冰却迟迟没出现 赛区内的肖瑞双手玩胸有失误 因为他觉得樊冰冰不可能能冲 还没等肖瑞自负三秒 就见樊冰冰出现在他专用座位上 并挑衅地看着他 此时肖瑞脸色发青 全身忍不住颤抖 已经千丁万主交代过 一定要等人进去才封门 现在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观众席上的贺胜李一早就料到 肖瑞办事还是差点火候 忽然他想到什么 随后立即回头望去 空空的座位上早就没了立天雀的身影 与此同时 休息室内的水已经没过楚眠的脚跟 这次阴才会下手 确实 店家水制人与死都能像个意外 但楚眠还是从容地应付眼前的场面 他来到电路板的位置蹲下 拨开外壳看到里面乱七八糟的线路 不过这也难不倒他 早在贫民窟的时候 有个大叔教会了他电工 只见他盯着里面的线路 小心翼翼地操作起来 忽然砰的一声巨响 外间的门被人用力踹开 立天雀面色阴沉地站在后面 而梦树担忧地询问小姐也没事吧 楚眠看着立天雀阴气森森地率 像个二愣子似的开口 你是来救我吗 这话一出立天却顿时烧起一股无名 女孩被困在封闭的房间内 不过此时她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她看来只要脚下的水漫过电路板 就能造成水电交加致人死亡的威胁 虽然楚眠也会电工 但此时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操作起来 忽然一声巨响 外间的门被人踹开 只见立天雀带着梦树匆忙的 对此楚眠还像个二愣子一样 询问对方是不是来救她的 但立天雀看着这小东西 不要命也要维修那该死的电路板 顿时升起一股无名 然后自嘲自己就是闲着没事干 救头也不回地离开 地旁的梦树好奇小姐 为什么不直接踹门出去 那样不是更方便吗 可是楚眠给出的解释 她想出去是容易 不过这间房的电线 恐怕是连通整个科技馆 人游不管不顾 要是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见此梦树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是告诉楚眠 立总看起来心情不太好 但楚眠说什么也要把电线修好 梦树看到小姐那行云流水的操作 惊讶小姐太厉害 不过话归话 她还是希望小姐去哄哄傲娇的例子 楚眠也深知力 天雀生气后果很严重 随即拿出手机拨通对方的号码 忽然她猛地回头 因为她感受到身后那股杀气 只听喷的一声一格窗户被外力踹开 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男人跳跃近 男人将手臂上改装过的弓弩瞄准楚眠 羞的一声一支黑色短剑朝他发射管 楚眠一个回身闪避躲过 稳住身形后楚眠看着面前的黑衣人 心中暗想休息室那一波应该是肖瑞的人 但这一波会是谁的呢 不过大概率也能猜到 不是贺诚丽就是那群看不惯她的财富 身后的剑不断朝她飞射 最后她还是被逼到角落里 看着黑衣人一步一步朝她走进 这个女孩感到身后有股浓烈的杀气 接着就见一个黑衣人从外边踹开窗户跳跃而入 就在此时黑衣人二话不说 直接按下秀奴的开关 一只黑色短剑朝楚眠射去 还好楚眠一个回身勉强闪避躲过 稳住身形后她提起速度撒腿就跑 但是身后的杀手穷追不舍 很快就将她逼到楼梯拐紧 就在这时一道急切的声音响起 老子在这 你怕什么 路火冲天的丽天却提醒楚眠赶紧过到她身边 而楚眠也没有一丝犹豫 飞快地向丽天却跑去 当丽天却把楚眠庇护在身后 她再也绷不住 是谁 竟然感动她的小宝贝 可杀手的最终目的是楚眠 为了楚眠不受到伤害 丽天却一个背身紧紧将她护在怀里 短剑随即刺入丽天却的后背 看着替自己挡剑的丽天却 楚眠那颗关闭的新竹剑崩塌 但眼前没有多余的时间乱想 杀手没完成任务 自然是对她不死不休 两人躲到科技馆的一间实验室内 然而杀手凭着第六感很快就找到这 这时楚眠不禁有些奇怪 丽天却带来的那些保镖都去拿了 一听这话 丽天却顿时对着楚眠貌 要不是你觉得老子见不了光 我能一个人在这里 忽然另一扇门被打开 贺胜李站在门口一脸茫然的开口 二哥你们怎么在这里 就在这时 杀手将秀奴对准贺城里 羞的一声短剑刺入他的胸口 丽天却随即抓住机会瞄准杀手 砰的一声 对方应声倒地 一旁的贺胜李脸上没有血色 一只手还死死捂着伤口 痛苦的说道 太好了 二哥 你没事就好 说完便缓缓和上双眼 却只是盯着他并没有出声说点什么 身后的楚眠皱起眉头 贺胜李这个时机出现的痕情 也很妙 就像是计划好 让人不得不怀疑 不过丽天却在冷血也应该会震撼到 看到有人不顾生死替自己挡剑 谁都会动龙马 他替女孩挡下一剑 但后面的杀手一直穷追不舍 就在他们躲进一间研究室的时候 绝世白莲花贺胜李找到这里 还茫然地问他们在干什么 然而下一秒 杀手将秀奴对准贺胜李 争取到时间的丽天却很快解决掉杀手 看着晕死过去的贺胜李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楚眠忍不住怀疑贺胜李 这个时机出现的很巧妙 就像是计划好的一样 这时知道出事了的梦树匆忙赶来 而丽天却冷静地吩咐他去看看杀手凉透眉 如果没有就送去审问 至于倒在地上的贺胜李 送去医院听天由命看能救活不 眼见丽天却后背的伤口在流血 楚眠很担心他的身体 反应过来的梦树立马责怪自己办事不利 表示马上送立总去医院 可丽天却却拒绝了去医院 他让梦树安排沈医生到酒店里来 说完便让楚眠搀扶着他走 片刻后 沈医生觉得剑入得太深 提议立总还是去医院的手术室 但丽天却让他别废话 赶紧把剑取下来 沈医生不确定地询问 立总真的不用麻醉吗 回应他的是梦树 沈医生 你做的 立总不喜欢被麻痹的感觉 见此沈医生也不再多说 套上一次性手套开始操作 当他看到那剑时 只觉得这手段实在太下作 剑尖还是倒钩 跟钓鱼的钩子一样 丽天却的脸色越来越白 额头上也不停冒出冷汗 这是一只白皙的小手伸过来 紧紧握上他的手 沈医生准确无误地割到位置 将埋入极深的袖剑取了出来 丽天却痛得低营了声 然后将头靠在楚眠的身上 楚眠只好单手一遍遍轻浮他的发间 安慰他马上就好 最痛的部分已经熬过了 他替女孩挡下一剑 谁知就在医生替他取出剑尖的时候 平时什么场面都见过的丽天却居然在喊痛 不过在他把头靠在楚眠的手臂上求安慰那瞬间 一旁的梦树顿是明白老板是装的 同时沈医生也叮嘱丽天却 这段时间要好好休息 虽然没伤到重要脏子 但却伤到骨头 看着丽天却难受的表情 楚眠欲言又止 不过沈医生知道他想说什么 只是告诉他缝合很快就结束 可是面前的男人浑身不停地在颤抖 看得楚眠的小心脏时不时地揪一下 当沈医生终于替丽天却包扎完伤口 楚眠着急地询问还要注意点什么 而沈医生给出的回答很简单 那就是暂时不要剧烈于你 但本来说要回去的沈医生却站在那里 想要对丽天却说点什么 于是乎聪明的楚眠立即明白 表示他先回避一下 只见丽天却冷冷地开口 让他不用避计有话快说 紧接着就见沈医生眼神复杂地说道 丽总您是知道身体状况也会影响精神状态 所以养伤这段时间切勿动力 这时楚眠脱口而出会有这么严重 文言沈医生立即明白楚眠不是普通的阴阴念念 不然丽总不会这样信任他 连疯子血都告诉这位小姐 随即他表示只要丽总保持好心情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等医生一离开 楚眠安慰丽天却 伤口刚缝合完肯定会痛一些 他伸手拿过梦树手上的外套 小心地披在丽天却的身上 并询问他饿不饿 要不要自己去煮点西粥 然而丽天却也想不到他的小东西居然会煮粥 结果楚眠又笑嘻嘻地告诉丽天却 山珍海味的粥他确实不会 但一般的想吃什么都可以 他替女孩挡下一剑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女孩打算去做碗西粥给受伤的男人垫垫肚子 说完便转身往厨房走去 等楚眠一离开 梦树立即向丽天却回报 杀手已经招了是萧瑞吩咐他做的 丽天却想知道休息室那一波是谁的人 但梦树却说也是萧瑞干的 因为上次断了萧家的运输渠道 他怀恨在心 所以平平对小姐下手 然而丽天却觉得不对 以目前的手段来看 一定是两拨人 应该杀手连自己真正受雇于谁也不知道 不过先把萧瑞控制起来 至于萧家不知死活 那别让他们在帝都继续蹦大了 随后丽天却冷声开口 现在外面是什么风向 一说到这话梦树就觉得小姐的巅峰会好厉害 不但拿下三连胜 而且还有网民扒出从营才会出去的人物 有几个资历造景 突然门外传来响动 丽天却赶忙迅速跑到床上 接着就捂住伤口一副很难受的母娘 只见楚眠走进来 原来是厨房里根本没有食材 所以他想知道是梦树去买还是自己去 然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需要小姐亲自动手 梦树惶恐地表示肯定是他去 等梦树一离开 楚眠看着床上难受的丽天却 担心地询问要不要让沈医生来一趟 但梦树却让楚眠坐在他旁边 之后又调整楚眠的位置 紧接着他舒服地躺在楚眠的腿上 撒娇地说着 我这次可是为了你差点没命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可楚眠却说有机会的话 自己会替梦树等一件 梦树却感觉自己都要气笑了 这小东西分明是在咒他 况且有谁敢动他 于是乎楚眠又问那你想我怎么报答 谁知这霸道总裁竟让楚眠立个试 说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他 这个男人替女孩挡下一剑 作为回报 他希望女孩能发誓一辈子都不离开他 可楚眠觉得这样的誓言太过重 哪里能轻言做到 于是他提出一个更实际的报答方式 这次赌约你输了 但是我愿意陪你去度假 对此历天却有些不高兴 只是淡淡应道 这是你答应我的不许反悔 说完便躺在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随后楚眠拿出静音模式的手机 里面有几百条未读信息 点开一看全是巅峰会成员担心他的安全 他赶紧敲了条信息发过去 简单的交代 今天是有点私事才着急走开 才忘记和大家说一声 然而樊冰冰有点不相信 要求棉姐发张自拍过来证明是安全的 楚眠只好把照片发过去 这时叶成提出今晚出去搞厂庆功宴 在楚眠看来今晚肯定出不去 所以他让大伙可以先去庆祝一下 但是完事后立马回帝都 属于巅峰会的篇章才刚开始 谁都别过于得意忘形 然而叶成又来了条信息 棉姐 你是不是又出去寻压压 虽然你还年轻 但也要注意身体了 而楚眠回了他去 就在这时 谢傲然打来变化 那边的声音带着些许激动 恭喜你 我早知道你能做到 随后 楚眠告诉他 今天立天却替自己挡了一件 现在还躺在床上 不过很显然的是谢傲然看出楚眠是心动了 对此楚眠表示立天却对自己太好了 好的有点烦 可谢傲然却对楚眠说 你不是烦 你是乱 心烦意乱的乱 但突然梦树走过来 楚眠只好匆匆和对方挂断电话 看到楚眠还有另一台手机 梦树有些恶然 如果这台手机让立天却知道肯定会碎得只剩扎 所以楚眠表示一会儿就把手机扔掉 但梦树只是笑了笑 轻声说道 我不会告状 小姐只要掌握好一个度就行 这个女孩刚和别的男人通话 就被男朋友的助理看见 但梦助理并没打算打小报告 只是希望小姐能掌握一个度 因为沈医生说过 如果任由立总消沉下去 她就会像是待在深渊里永远爬不上来 发病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楚眠很不了解 梦树为什么突然和她说这些 在梦树看来 小姐和别的女人不同 自从小姐出现以后 她看到了鲜活的立总 就连自己挨骂的次数也少了很多 而且小姐是个聪明人 有些立总受不了的事情千万不要做 免得到时候会两败俱伤 梦树这话说得迷迷糊糊 让楚眠直接问出口 是指私下联系别人还是搞大巅峰会 这时梦树也表明自己的态度 小姐我知道你很有才华 可是目前为止够 但在楚眠看来 历天却宠爱的金丝雀就是女人最大的价值 可这种价值不是她想要的 梦树还是不死心 她到处刚听到小姐电话里的内容 你说立总对你太好 你有些烦 但你的那语气分明不是 楚眠不懂梦树到底想说什么 但梦树接下来的话是 如果有一天平平呼和立总 那一天希望小姐能选择立总 这时历天却也醒来 楚眠赶紧过去为她喝下一点西州 梦树向老板汇报 赫胜里受伤之后一直在I see 而且赫牙想要去看看 对此历天却并没有拒绝 但如果敢搞小动作 必须立即送回庄园 还有她想知道总统府那边怎么说 面对老板的询问 梦树给出的回答是 出来顶锅的是萧瑞 现在已经被彻职开除学籍 而且总统府发言人也出来宣布 会言查阴才会 给大家一个交代 然而楚眠没想到的是 赫胜里身为阴才会部长 从头到尾撇得干干净净 一滴污水都没被甩到身上 看到楚眠发呆 历天却打断了她的思考 问她在想什么这么入面 对此楚眠笑笑地说道 赫胜里为你挡了剑 你这次保他也是正常的 赫胜里名义上也是她的妹妹 如果让她为阴才会背了罪 自己可是太没面子 却没想楚眠又问历天却 有没有想过赫胜里为什么会出现 而且还这么巧地挡下了解 对于这个问题 历天却只是认为赫胜里 想以后过上好日子 不过历天却注意到楚眠 一直在说赫胜里